新北市第一选区竞争相当的激烈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侯孟凯竞选总部成立 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还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都前来力挺 韩国瑜名列不分居立委第一 国民党期盼他可以角逐立法院龙头宝座 被队营放话说要拦下 那么韩国瑜呢相当低调没有多做回应 反倒是侯孟凯在致辞时 把副手赵绍康讲成了总统候选人出现了尴尬插曲 韩国瑜 韩国瑜大进场魅力依旧不减 韩市长赖清德这样攻击你你有没有要反击 赖清德说你不适合当立法院长是要反击吗 韩国瑜列为不分居立委第一名后 国民党放话要让他当立法院长遭绿营炮火猛攻 春明年1月13号一定要把他拦下来 韩国瑜低调没回应 扮演好拉抬立委选情角色 而韩市用语又出现 用实物来形容洪梦凯 毕竟新北市第一选区战况激烈 洪梦凯对决在地势力强大的何博文不容轻忽 异务议从四个月变几年不会上前线 开什么玩笑台湾什么前线后方呢 淡水如果上岸了什么叫前线 你们就是前线 罗筯凯对台南这被你起立了 两三百天没有进市议会 他就是专制 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前总统马英九都到场力挺 反倒是侯梦凯本人已上台发生这个失误 感谢赵绍康总统候选人 尽管出现小突催 不过却没有影响现场气氛 蓝鹰重量级母鸡出马 就判本命区新北市立伟能通通全雷打 介绍到张晓杰新北市参与我们到